如果我是DJ,你会爱我吗? 46岁的大S徐希元给了我们答案 会 他比大S老了7岁 在韩国也只是个不入流的DJ歌手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让离过婚的大S又一次闪婚 我们来深挖一下这位DJ 1.不良少年居君业 1969年出生在首尔永登普 家境本身不错 5岁时父母离异让他性格转变 叛逆 贪玩 中学时期妈妈为他报读了贵族学校 但他在学校成为了有名的导弹鬼 和他的同学兼队友江源来在学校成绩低迷 还结识了许多小混混 因为从小没有父母看管 居君业从小善于交际 高中时的玩伴就有很多都是财阀之子 还有一位同学李向福 成为了青瓦台的一位部长 大学时期 居君业和江源来一起搞音乐 两人没事就跑到业总会消遣 还在迪斯康竞演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 签约了一家娱乐公司 两人毕业后打算成立组合 但是却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 于是两人选择同时入伍 退伍不久两人成立了酷龙组合 主要是玩说唱 当时还没有限韩令的概念 许多韩国艺人在台湾省是非常活跃的 以酷龙为代表的说唱风格更是受欢迎 二野蛮少女 1996年的大小S横空出世 大S还担任了娱乐百分百的主持人 是一颗冉冉升旗的新星 与此同时 一位叫陈建州的篮球少年 在亚洲青年锦标赛 锋芒毕露 后来的王力宏事件 大家也听说了 陈建州也是个放荡不羁的铁血男儿 19岁的陈建州 对电视前的这对姐妹花爱慕已久 但是大S是比较腼腆 不是她的菜 她更喜欢同样放荡不羁的小S 而此时的小S却心有所属 陈建州无奈之下 又开始对姐姐出手 反正两人长相身材都差不多 只要不出声 也一争一闭就过去了 陈建州没料到大S表面温柔 内心确实强悍 还和张与其一样动辄拳脚相加 两人交往一年就和平分手了 不过陈建州比王力宏会玩 后来陈建州与范伟奇交往时 大S还与范伟奇成为闺蜜 两人私下还会交流心得 三 擦枪走火 2000年初 居君业在台湾演出 舞台上他向观众简单介绍自己 嗯 大家好 我是居君业 会唱 跳 打篮球 这不是女明星的最爱吗 大S在好友的介绍下 去看了居君业的演唱会 还在后台打了招呼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居君业的光头 已经在大S的心里发光了 2004年 居君业出演了偶像剧 April Kiss 剧中有吻戏 他饰演男四号 结果又没火 更倒霉的事发生了 他的队友江源 因为摩托车事故 导致下半身的瘫痪 居君业也受到了影响 万念聚会的他每天沉迷电子游戏 没事就去酒吧消遣 为了赚钱 他也只能去当DJ 兴致勃勃的时候 就对着身边的妹子大喊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他还在清潭洞成立了一家俱乐部 名叫Koopa 负责派对音乐节企划等等 居君业的朋友圈和社交圈 就不言而喻了 5.卷入韩语丑闻 2009年韩语圈又又又出丑闻了 艺人贩毒丑闻被抓现行 男性朱志勋承认吸毒 案件的主谋是知名演员尹雪姬 尹雪姬曾出演 《老千、外遇的好日子》等影片 是韩国顶级花瓶女星 没想到背后还是一个大毒枭 经调查尹雪姬经常把毒品缝在内衣中 在娱乐圈贩卖 当然这种事在韩国已经是家常编范了 但是据韩媒爆料 除了这几位明星 还有许多一线艺人在交易圈中 而居君业多次现身这些明星的俱乐部 而且检举名单中也有他哟 居君业在2009年之后 有三次被列为被调查嫌疑人 虽然都被证明无罪 但在深夜的TV演艺采访中 居君业还是道歉了 六 开游女明星 靠残疾人队友付出 居君业在圈内的朋友并不多 她和知名女性蔡妍是同门 两人还曾传出过绯闻 不过蔡妍的演艺生牙是非常顺利的 可不想跟居君业有任何瓜葛呢 2020年以来 她几乎是失业状态 社交网络上也全是她满世界骑行的照片 大S怕不是给自己找个旅友吧 纵观居君业的一生 汪小飞在她面前 已经算是最佳男神了 如今53岁的居君业 依旧跟父母住在一起 还不是原生家庭 母亲自然要天天催婚了 而且在网友曝光的视频中 居君业住的房子非常简陋 53岁了还一直让父母照顾 娶不到媳妇的居君业 躺在沙发上 刷刷新闻 翻翻看看聊天记录 偶然拨通大S电话 20年了 她居然一直没有换号码 就这样 年过半百 干柴烈火的两个人 为了见一面 就注册结婚了 7.大S真的这么不挑食 2001年 大S被流行花园的制片人 柴志平相中 系里系外 大S变成了大众情人 无数富商对其叹为观止 然而25岁的大S 却相中了剧组内的小弟弟 蓝正龙 还主动向其示爱 22岁的蓝正龙 还没见过大场面 看到仙姿易帽的姐姐 头怀送抱 心里默念三遍 女大三 抱金砖 蓝正龙这一抱 就是两年 2005年 等不来求婚的大S 终于提出了分手 结果 刚分手第二个月 大S的刺青脚 就有人认领了 他就是新一代男神 宰宰 周宇明 2007年的7月份 周宇明发生车祸 大S第一时间跑到现场 又给治疗 让周宇明感动不已 两人深情拥抱 周宇明默念三遍 女大五 赛老母 值得一提的是 大S是扛着锄头入场的 因为周宇明当时 和徐伟伦在谈恋爱 徐伟伦后来还公开指责 周宇明劈腿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挖不到的墙角 大S得到了 但也失去了 2007年 徐伟伦因重大车祸去世 周宇明得知消息后 悔恨不已 这一年 周宇明捡去长发 重新做人 因为抑郁症 他暴瘦七公斤 试问 周宇明还敢娶大S吗 八 嫁入豪门 一次死倒贴 让大S意识到 奶油小生 靠不住 此时的大S 一心扑到事业上 不仅成为了亚洲 最性感素食女艺人 还提名影后 2010年 在安以轩的生日宴上 大S结识了 京城四少汪小飞 当时的汪小飞 可正值人生巅峰啊 大S表面上 对安以轩说 不要 背地里 已经和汪小飞 联系上了 此时的汪小飞 还与张雨琪 在谈恋爱 张雨琪也等着 嫁入侯门 但是张雨琪 是草根出身 她得罪了心灰 虽然有了怀疑成妖 汪小飞 才不敢取 这个定时炸药包 仅仅20天的时间 汪小飞就跟妈妈 商量好娶谁了 订婚后的汪小飞 并没有给张雨琪解释 大概是为了 避免挨巴掌 而张雨琪回头一看 排队的人 已经到巴黎了 姐不缺你这一个 转身就找到了 安全的隔壁老王 9 鸡飞蛋打 2016年 大S生完一双子女之后 不仅事业上 遭遇了中年危机 情感上也出现了变故 曾经她说 本人不吃虾 但超爱播虾给人吃 后来她说 女人吃虾 一定要男人帮你播 这就跟张雨琪说 自己是独立女性 一样的凡尔赛 离婚前 汪小飞与女主播连麦 看美女遭曝光 两人多次否认婚变 真应了王思聪那句话 鸭子 嘴硬 离婚后 汪小飞又与嫩模 张盈盈传出绯闻 大S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后 也许大S和张雨琪想的一样 看男人的眼光有问题 但是否也扪心自问 自己对待爱情真的忠诚吗 这次大S与拘君业破镜 能不能重圆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家庭一定难以幸福 因为媒体爆料 大S的妈妈已经气到吃药了 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 一定很艰难吧 而且大S是在结婚之后 才告诉妈妈和妹妹的 家人得知消息后 下巴都惊掉了 况且还有孩子 重组家庭不仅是两个人 再续前缘 这样草率 既不尊重上一辈 又为难了下一辈 可见 话题明星的学识三观 有待提升啊